数字化人民币会不会引发世界金融大战 第一个人民银行的5.74万亿的西方在中投资不对的 是应该是7万亿 就是已经登记的是7万亿 那么间接的总数在25万亿到35万亿之间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美国有一个专门观察投资机构美元流向的机构说的 这个人是昨天下午我们还在通话还在说这事 那么关于人民币持续贬值呢 它是一个数字化人民币必然走的过程 它大概共产党呢 想在7块到8块时间把人民币给停在这 然后呢就是用这个办法的增加出口 增加货币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事情 它是要想办法把人民币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跟人民币很多国的互换和数字化人民币 特别是它发动的东盟 中东以及非洲的所谓的金庄国 上海主治国还有俄罗斯 中东欧 跟他们一起的数字化人民币 然后呢很多人和美元脱钩后 进行的货币一篮子计划 使人民币更有竞争力 这它是战略性的 完全在共产党可控之中啊 你们不要以为不可控是可控 完全是用来要这个配合数字化人民币 然后呢增加贸易出口 做好闭关锁国后的脱美化 闭关不锁国 这是共产党的自己的内部战略 大家要记住啊 闭关不锁国是20大之后的所有经济战略 我把都毙了 我要当成北朝鲜 我当古巴 我当委内瑞拉 但是我不锁国 我只开特殊的门 开后门 开东门 开西北门 给谁呢 中东欧 主要发展东盟国家 主要发展中东国家 能源 中东 还有安格拉 但是安格拉 他们现在已经逐渐在做好了战略性的放弃 就是美国一定会制止的 而且这个桑巴斯总统的所有的家族 已经被美国掌握一堆的洗钱的事啊 最终的跟美国合作 所以说能源靠中中俄罗斯伊朗 所以说他们就靠自己的所谓的金砖国上海组织国 和脱美化了整个新的货币金融合作国 也叫亚投行 就这些组织 对抗美国 就是闭关不锁国 通过这个人民币呢 整个的这个调整以后 形成巨大的对美元和欧元的冲击 这是肯定的 那么这个核弹呢 金融核弹不使一个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数字化人民币和数字化人民币国际化 这才是真正对美元的挑战 好